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個 消暑的涼拌青木瓜 木瓜我已打好皮去好羊了 切的越薄越入味 割點鹽刷一刷更脆 輕輕的抓一抓 給它抓勻 腌15分鐘 熬料汁多放些糖 葡萄醋 檸檬也可以 少加入一點水 小火慢慢的熬製 鹽15分鐘已經醃出水了 輕輕地把它鑽一下 倒入清水 把木瓜裏的鹽洗淨 洗淨後 撈出備用 把木瓜倒入熱的汁裡頭 浸泡一分鐘 撈出木瓜 空鏡 空鏡 料汁 倒出料汁 把餵好的木瓜盛入盤裡 撈出油 撈出油 倒出料汁 割鍋裡 撈成濃汁 撈好的濃汁 倒入木瓜裡 用保鮮膜 用保鮮膜 封上 放入冰箱 封好後 放入冰箱 對保鮮層 30分鐘 30分鐘 到了 把保鮮膜打開 一道清清涼涼的 涼拌木瓜做好了 酸甜爽口 做法又非常簡單 喜歡的朋友 就快的來試試吧